一直弹奏音律欲敌 又撑着弹奏安息 金子汉的指尖已经通红 聂明爵安静地站在一旁 等他弹奏完 觉得自己因为杀戮 而有些躁动的灵力缓和下 来 安排门声清理战场 呼闻一间瓦房里传来卡拉的异象 聂明爵上前一步挡在穷击前 一挥长刀 一道灵 逼得刀锋扫了过去 踢开了瓦房简陋的门 暴露出门后 一对正惊恐万壮的母女 那年轻少妇袁征的双目里 映出聂明爵浑身浴血 杀气腾腾的模样 眼泪刷得流了下 来 他怀中的女孩却已经张开了嘴 吓得呆了 金子汉从聂明爵身后 探出头来看到 有些不是滋味 站起身来 绕过挡路的聂明 绝 一仰手 翻出一只 灵力化作的金氏纸蝶 走到小女孩身前蹲下来 露出了一个安抚的笑容 没事了 小女孩只有两三岁的样子 还不知道什么是生死 看见金灿灿的蝴蝶 好奇的睁大 眼睛被吸引了注意力 金子汉小心地把纸蝶放在小女孩手上 起身往一旁走去 那少妇瞬间抱着女儿贪婪在地上 半上忍不住小声唾气起来 金子汉转身的一瞬间 就收敛了笑容 叹息道 百姓何孤 聂明爵看了他一眼 垂下握刀的手 跟身后下属嘱咐道 盼两个人把门修好 此处试了 两个人带着剩余弟子一同下山 聂明爵突然问道 金姑娘 孟瑶如今是 做什么的 金子汉一愣 道 孟瑶 他去了金市 聂明爵当即皱起了眉 我写了一封举荐信 让他带去狼牙 找他父亲 金子汉面色一苦 长叹了口气 他怎么还是不死心 聂明爵这才知其中怕是有益 自己可能好心办了坏事 我以为他如今身份 加上我的举荐信 可以为他在金市谋的一席之地 赤丰尊 如果他父亲肯认他 早就认了 又如何会让他沦为笑柄 金子汉看着一身 正气的聂明爵 在心里摇摇头 这些世家公子榜上的名门公子 怎么总以为这世界如此简单 他娘陷于青楼十几年 到死都没能脱身 所谓父子血缘 也不过是一个笑话 聂明爵只是直爽 人并不蠢 即使如此 他那么机敏名利的一个人 为何 无非是执念二字罢了 金子汉倒是很意外 聂明爵这么顶天立地的一个人 居然会对 心中九转十八弯的梦瑶 如此看重 怕也是被他乖巧的外表给蒙蔽了 赤丰尊孟瑶是个可怜之人 但可怜之人 向来行事多有偏激 所以如果之后 还希望你多想想他的好处 金子汉就差指明道性地说他识人不清啊 可逆明爵却没觉得多生气 沉声问道 金 姑娘 此中还有其他渊源 有 可逆宗主 背后不与人是非 我这已经是破戒了 金子汉勾起一个清浅的嘴 脚 不过 如果见到他 我会告诉他 聂宗主很挂念他 何间也随时欢迎他回来 聂明爵一愣 看向金子汉 他的面容极为精致 却不及他心思精巧 他莫名觉得有 些熟悉 好像梦瑶也是如此 不说的他能会议 说三分的他能做到十分 难道蓝灵金 是 金子汉好奇地看向话说了一半的便停下了的匿名爵 后者却突然反应过来不应把他和私生子相提并论 住口不言了 金子汉便也不以为意了 和清和涅世的交着不同 将是因着魏无羡的轨道之术 所向披靡 刚刚占领江陵 将是便联合四处支援的蓝师双臂发动了一场奇袭 从温潮的教化寺中将各家子弟被收缴的 先进夺回 无归远主 其后的大小战役 保战果的时候 将封眠总是有意的夸大伤亡的数字 不让人觉得过于顺利 但也足以应付 而今时机成熟 将是便打算攻上 温潮所在的监察辽 魏王死的 将是子弟报仇 对着温潮和温竹流这些人 魏无羡一闭眼就想起莲花物当时的惨状 江城当天不在 长 所以就算恨 却也不像魏无羡那样感同身受 但魏无羡对着温潮一众温家修饰残忍 手段 他却并不反对 两人攻占监察辽之后 却意外在地牢里找到了被关着的温情姐弟 温潮既恨在叫化 似是温情对魏无羡等人的照拂 在温若寒不再需要温情施针助他控制阴帖之后 便找恶个借口把两人下狱了 温姑娘 温宁 你们怎么样 魏无羡上前斩断了两人身上的锁链 将有些虚弱的温宁扶起 大范山温情救了他们一次又在叫化寺处处维护 在他心里 两人和温家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多谢两位公子相救 温情虽然虚弱 却也行了一礼 如今形势倒转 当日的善念病 不求有所回报 却是结出了善果 温姑娘 如今四大世家联合伐温 温室败局已定 你和温公子还是尽早脱离温室 做其他打算吧 江城看着有些狼狈的温情 有些心疼和不忍 还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 脱离了温室 我们能去哪呢 江公子能救我姐弟二人 又如何救得我家十余口 人 虽这么说着 可温情心里总还有些隐秘的期望 温姑娘 摄日之争正是用人之计 你们一脉专修医术 如若弃暗投明 我相信江叔 书是乐见启程的 魏无羡道没有 江城那么瞻前顾后 反正天摊了 还有江叔叔顶着 至于 你的族人 但我们功上不业天成 自是会禀明各大世家 让你们团聚 温情不语 抬眼看着没有作声的江城 江城被他的目光一扫 叹了口气 也露出了一个安抚的笑容 是阿温姑娘和我们回云梦吧 待此件事了 我们帮你去寻你的亲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